原标题 贤龙发动的安南之意 到底是书师赢 实权武功是不是名不符实 在康熙年间 安南国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 那是康熙五年时候的事情 也就是1664年 当时安南国内还是后离朝时代 但南方也有软主的割据势力 朝廷无力讨平 形成了事实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代 安南国长期受到中华文明影响 国内形势也是如此 时间长了 阮王出了昏君 一位暴政 下面自然就有人揭竿而起 号为西山君 首领是阮氏三兄弟 虽然都是姓阮 打起来可一点都不含糊 阮王统治被翻了个底朝天 只剩下阮主侄子阮福应逃出 而西山君这时候也开始内乱 同事操戈 跟中原大帝一模一样的剧本 而这个阮福应 借此机会发展壮大 经过长期的发展 逐渐又收复了失去的疆土 恢复了阮王的统治 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味奇才 而在这个过程中 西山君首领之一 阮会北伐消灭了北方的后 离朝与郑主 而这个政权是清朝承认 并且支持的 阮会领兵攻入黎城 国王李伟齐出逃 其宗族二百余人在大臣保护下 由高平府登州 逃至广西太平府龙州 斗奥爱对河求救 并冒死涉水登北岸 过河南富老游62人 没来的嫉妒和者 既为南爱追兵所杀 当时是1788年间 正是中国清朝 那位浩大解宫的 十全老人乾隆皇帝 在位期间 以前隆性格 彻无异于 对天朝上国的挑戌 离史 一直是受到清朝承认 并册封的政权 如今被篡国 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乾隆立即命令 两广总督孙氏义 石赴广西龙州 派兵两路 共计士族一万八千余人 入安南作战 起初 清军士族破竹 一直打到黎城城下 但并未歼灭西山军主力 由于后勤不知 清军在黎城城下 按兵不动达一个月之久 在这段时间 阮军恢复了元气 到了乾隆54年正月初一时后 军中正在 庆赫新年 万万没想到 阮军会趁此时夜间偷袭 清军完全没有防备 加上阮军人多 又有大将助阵 清军大败 提督许世亨 总兵张朝龙 尚维生等将领阵亡 孙氏义侥侥幸逃出 这就是远征军司令员以下 全部牺牲了 可见损失之大 最终 安南之义以兴朝的失败告终 此战 清军生还者不到一半 损失惨重 然而 阮会虽然突袭成功 但安南国毕竟是小国 清朝当时国力强盛 如果清朝不计成本要灭亡西山阮氏 显而易见阮氏很难保全 加上国内拥护后离的势力还大有人在 自己西山军内部也面临分崩离析 所以阮会也见好就收 向清朝起将 接受了清朝提出的四项起将请封的条件 一 必须将散落安南的清朝官兵先行送出 二 枪害清朝提 镇大元之人 其最深重 在索南社 须赴献军前政法示众 三 阮会在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零年 八月高宗八旬万寿节道 来之际 亲自赴京须肯 四 在安南为许世亨等镇王将士建立此语 春秋贤记 可以说 条件是相当苛刻的 但阮会为了得到清朝的承认 以免父辈受敌 全盘接受了条件 并陆续实施 尽管安南之意是一场败仗 但因为阮会起将 竟也被浩大兴功的乾隆皇帝 算尽了十权武功之一 不知是该哭还是笑 从此 清朝放弃了离世 改为支持阮氏 与阮氏安南的东方关系正式确立 虽然安南国国内还是打得天翻地覆 但从此 中乾隆一朝 与安南基本相安无事 直到嘉庆年间 才又发生了一些变故 这就牵涉到安南国为何要改称越南了 下次再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レッメúsica zn。